他就是去不去北京求我 我也会回去的 我也会回去东北 因为我相信梁继分居 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 跟我有好结果呗 你啥结果啊 你说 一年 一年行吗 就一年 就等一年的时间 那你这一年 这一年我嘎嘣下我死了呢 怎么可能 你们看见了 我现在已经急成这样了 他还毫无反应 我们俩在一起半年多了 每一次吵架就是我吵完 我还得回去哄他去 怎么回事啊 离不开他呀 害不害羞啊 姑娘 不是 他心里有我 我知道 但是怎么说呢 他缺乏安全感 找工作 我也没去找别的工作 我直接进到他的公司 基本上24小时都在一起了 如果说你说你半年 半年情况就出现意外的话 我希望我死在你前面 我不会让你死 你聊来聊去 还是给我聊死了 就是我死了 你跟你前任 你出人头地了 你共生名就了 回去找你前任 你俩双死双飞了 是这意思吗 说说为什么要嫁给他 好不好 就我俩在一起之前 他人挺阳光的 为人也挺好的 懂得照顾别人 就没想到这照顾他 就是一空调 得谁照顾谁呀 啥意思 就是有一次 他以前一同事 来那个东北找他 白天就玩了一天了 挺累的了 然后中午我就没吃饭 然后我说那个 回去休息一会儿 然后晚上再出去吃个饭 唱个歌就完了呗 他倒好 他跟那男同事上宾馆了 俩人在那玩游戏 我发微信也不回 饿到晚上七八点钟 都不搭理我 我觉得我们俩说话 不在一频道上 我问你这孩子 怎么都这样 你还非要嫁给他 你应该回答我 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结果你给我的回答是 我的意思 他宁可跟陆琪 在一个房间睡觉 他都不跟我吃顿饭 我的意思 你应该离开他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逼他呢 他再不好我也喜欢他 就你也觉得自己疯了 是吧 不疯能这样吗 怎么把人你好好姑娘 给弄疯了呢 你又中央空调 又怀念前女友 她还天天非逼着要嫁给你 为啥 其实她心里有我 我也有她 这点我俩都知道 我也很喜欢她 我也真心想娶她 就是因为她想快点结婚 而我想在刚回到东北 在这公司里面 工作再沉淀一下 有点成绩之后 然后再娶你 希望给你更好一点 去你家里的时候 能更开头一点 你的更好指的是啥 我要什么更好的呀 我爷我奶结婚 说连饭都吃不上 不也过得挺好的吗 我知道你爱我 你不在乎这些 但是我不一样 我想得到你家里的人 更多的认可 得到我家里的人认可 她都快走到我家门口了 她都不跟我回家 她说她要娶我 谁信呢 那时候没准 没准有好啊 现在结婚不具备的条件 是什么呢 彩礼啊 或者是 姑娘家有提彩礼的要求吗 我家没有提彩礼的要求 还有再等两年 你32岁了 我算你活到60 你再要个孩子 你33岁有个宝宝 你60的时候 连孙子都抱不上了 你就没了 不不 你怎么就给他规定 他就只能活到60了 我就是打一个比喻 就是说他这么想的话 他可能连孙子都抱不上了 我必须打开 现在中国男性的平均寿命 是82.5岁 一个马上就要迈入60岁的男人 就别说了 一说险子 咱多心虚啊 咱不心虚啊 他不行 许帮红秀 好 好